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的老師李慧珍 我要講的事情是 這是一個國詞等級的公投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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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所以我要講三遍 我們都進到二十一世紀了 我們也自許成為一個進步的國家 既然明明是一個機制珍寶 卻要用到這一招公投這一招 才能夠希望能夠把它保留下來 我作為一個以前也是一天到晚 學配合為最重要的事情的研究者 我也覺得我非常對不起台灣 我也對不起藻礁 在四年前才有機會認識它 這樣子的一個生態的珍貴 已經有各種各樣的報導 事實上我們也獲得在海洋保育界全球最知名的團體 也就是藍色任務所認證的全球在我們東亞第一個希望熱點 東亞有哪些國家呢 也都是我們在一路在所謂的追趕或是競爭的國家啊 韓國日本台灣不是嗎 我們是第一個東亞的希望熱點就在我們大潭藻礁 但是我們現在居然走到現在要用公投的方式 希望可求政府把它保留下來 我覺得我們作為研究者實在是說不過去 然後我們的已經經過全國國際認證的這個希望熱點 居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相關的保育單位也都不作為 然後在這種狀況下 像現在這種天氣大家站在這裡 然後要開記者會 包括昨天的這個立法院的這個就做公聽會 那裡面的內容也實在是讓人聽不下去 我們怎麼會是一個進步的國家呢 光是這一點就不叫進步國家啊 不只是桃園藻礁 十虎 如果不是五月天出來喊一喊 十虎現在會有知名度嗎 我們的保育出了什麼問題啊 那個開花片地的光電板也是一樣 包括資本 包括輪委東彰化 包括我們的將軍 包括我們的這個 家裔的原田 附帶原田 我們還有保育機關嗎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情況 所以 只要是對環境稍微有一點關心的人 我們大家想一想 怎麼會發生 我們在公投紙上要有一個案子是要來看 我們要把環境保護下來的案子 我再一次說這是一個國旨省級的公投提案 謝謝 謝謝